王牌力气四 因为木工矩一根长19米的木料 它先把一头损坏部分矩下来一米 那么这根木料变成了几米了 19-1等于18米了 对吧 然后矩了五次 矩成同样长的短木条 问每根木条长多少米 那么有的同学说 我知道19-去坏掉的1现在是18米 18米矩了五次 我再除以五就好了呀 一定没有认真的思考 是除以五吗 我们来认真的分析一下 一根木条 我矩一次 变成了两根 次数和根数 或者说段数 矩一次变成了两段 我矩两次你来看 一二三变成了三段 我矩三次 一二三四变成了四段 所以次数和段数之间是什么关系 段数等于次数加一 那么在这里 我矩了五次 实际上是矩成了多少段 五加一 一共是六段 所以接下来才能求用总的 十八 六段 那么得到每段呢是三米 或者说每根是三米 然后打每根短木条长是三米 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不要看到数字就开始除 开始进行计算 一定要认真的思考 有没有什么小的陷阱 那么通过分析 我们今天又补充了一个知识 什么知识啊 矩的次数 或者说减的次数 再加一 就等于最后形成的根数 或者是段数 它们之间有一个加一的关系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取一反三部分 第一道巩固练习体 因为木工矩一根长17米的木料 它先把一头损坏的部分 矩下来两米 所以有用的部分只有几米啦 17-2 等于15米 对吧 然后矩了四次 矩了四次变成了几段呀 变成了几段 变成了4加1等于5段 然后问每段长多少米 就是用总的距离除以段数是4加1 那么就等于15除以5 等于3米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就可以了 打每根短木条呢 长是3米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理系题 有一根圆缸长22米 先锯下2米 这2米坏掉了 不用了 所以先把它剪掉 剩下的锯成每根都是4米的小段 问锯了几次 这一次不是告诉我们锯了几次 让我们求每一段的长度了 是直接告诉我们 每一段都是4米 问锯了几次 我第一步 我先求出来 我有多少段 我现在不是22-2 这些米数吗 每一段不是4米吗 那么我一共有多少段呀 先求出来 等于20除以4等于5段 这5段我是怎么来的呀 是从一段上锯成了5段 对吧 我一段圆缸 我把它锯成5段 需要锯几次 锯的次数加1等于段数 所以锯的次数就等于段数减1 所以5减1等于4次 所以是又锯了4次 写上完整的答余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的段数和次数的这种情景问题 哎 反过来了 对吧 先告诉我们每段是多长 让我们先求出来一共有多少段 求出来多少段再减去1就是锯的次数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力题5 由于撞10层的大楼 由于停电 电梯停开 某人从1层走到3层需要30秒 照这样计算 他从3层走到10层需要多少秒 我先来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是1楼 这是2楼 这是3楼 来看一下 我从1楼爬到3楼走了几个完整的楼梯层 一个 两个 哎 不应该是3个吗 我从1楼到3楼我不是爬了3楼吗 我怎么只爬了两个楼梯层呢 确实是只爬了两个楼梯层 怎么算出来的 到达的楼层 减去起始的楼层 3-1 等于2 所以其实我只爬了两层楼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人他从1层走到3层需要30秒 他爬了几层楼 爬了两层楼 对吧 那他爬一层用多少秒怎么求啊 30除也3-1等于15秒 现在让我们算的是 他从3层走到10层需要多少秒 来 3层走到10层一共爬了几层 怎么求 到达的 减去 出发的 或者是起始的 那么也就是10-3 他一共爬了这些层 7层 爬一层需要15秒 7层需要多少呢 用乘法 10-3小括号里 然后乘以15等于105秒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就可以了 答 他从3层到10层需要105秒 那么这个例题呢 其实就是给我们补充了一个爬楼的知识 爬楼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很少有同学去认真的思考 你从一楼到三楼 你到底是爬了几层 有同学其实还是沉浸在我们就是 这样的一个 自己以为是的观念里 就是爬了三层啊 但其实我们简单的一画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只爬了两层 对吧 所以在爬楼梯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到底爬了几层 可以这样来进行计算 到达的减去70的 到达的减去70的 这样来算爬了几层 最为妥当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来看一下 我们举一反三部分的练习题 第一题 把6米长的木料平均锯成3段 要6分钟 照这样计算 如果锯成6段需要几分钟呢 我们来看一下 锯成3段需要6分钟 锯成3-5需要锯几次啊 就是说我的这个工具需要几次 根真根真需要几次啊 锯成3段需要两次 锯两次对吧 那么需要6分钟 一次是多少时间啊 6除以3-1等于3分钟 也就说我这个机器 打开 卡 锯段 需要3分钟 那么接下来问的是 照这样计算 如果锯成6段需要多少分钟 现在请问锯成6段需要锯几次 需要我的机器来工作几次啊 6-1需要锯5次 对吧 那么一次是3分钟 5次是多少 再乘以3等于15分钟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 就可以了 答需要15分钟 那么经过这个题 我们发现 这跟木料到底有多长 跟我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对吧 你木料再长 哎 我锯一次 我也是需要这些时间 你再短 这么短 我锯一次 我的工具开始启动到卡锯掉 也是这个时间 所以你多长 跟我没关系 这个数量我是用不到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来看一下第二道例题 因为游人在一条小路上 匀速散步 匀速散步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走的速度 一直是保持着一样的速度 不会突然加快 也不会突然放慢 都是一样的速度在走 路边相邻两棵树的距离都相等 他从第一棵树走到第十棵树 用了11分钟 如果这位游人走22分钟 应该走到第几棵树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从第一棵走到第十棵树 他走的距离和树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他走的是这个地面 对吧 是地面的距离 那地面的距离 我们应该怎么求啊 我们可以以树作为标杆 从第一棵树到第十棵树 一共走了几个间隔 几个间隔 九个间隔 对吧 十减一嘛 走了九个间隔 走了九个间隔 用了11分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游人走22分钟的话 走22分钟的话是走了多少个间隔 诶 11和22什么关系 就是两倍的时间嘛 对吧 本来走11分钟 本来走11分钟是走了9个间隔 那22分钟是11的两倍 所以他走的间隔数也应该是9的两倍 相乘就可以了 对吧 那等于2乘19等于18个间隔 他走了18个间隔 那么现在问的是走到第几棵树 18个间隔是第几棵树啊 18加1等于19棵树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就可以了 答应该走到第19棵树 很多同学可能会看到这个题目 直接看到 11分钟走到第10棵 22分钟11的两倍 我再走一段嘛 那么就是10乘以2等于20嘛 那么经过这样一分析 我们发现是错的 不是20 只是19颗 对吧 所以遇到这种类型的题目 我们一定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把这位游人走了多少个间隔数 求出来 11分钟走了9个间隔 那22分钟就是 9乘以2等于18个间隔嘛 18个间隔就只是走到第19棵树而已 所以每一道题目拿过来 不要脱口而出答案 也不要着急下笔 一定要认真的做一个分析 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画一个简单的草图 好了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我们本周的学习小节 解答植树问题的时候呢 要考虑植树的方式 一般在不封闭的路上植树 科数等于总距离除以间隔长 还要再加上1 在封闭的路上植树就相对的比较简单了 科数就直接等于总距离除以间隔长 或者是科数等于间隔数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在生活中还有一些问题 其实也是可以利用我们今天学习的植树问题的思想 或者是方法来解答的 那么比如说锯木头啊 爬楼梯啊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在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解题的关键是什么 解题的关键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 要将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 和植树问题中的总距离间隔长和科数对应起来 那么第二 再根据植树问题的基本的数量关系 或者是方法来进行解答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今天的题目中遇到过的 哎 桥的两边挂彩灯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每一盏灯都看索一棵树 这不是就回到植树问题了吗 因为有可能我们从植树问题开始来学习这个方法 所以很多同学对于植树问题拿过来一看 哎很熟悉了 如果我把树换成灯 可能还有一些绕 所以遇到同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物体 不管是阳树柳树 还是彩灯红灯蓝灯绿灯 通通都看作一棵树 然后根据植树问题的方法来进行解答就可以了 好了同学们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学习的主要内容 希望同学们回去之后 及时的做一个总结和回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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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